第十七周 有渴望才有希望 求知的渴望是不可抗拒的磁力 它能吸引住知识和智慧 并让它们为你所用 渴望越是热切持久 你得到的发现就越是明白无误 这使你得以与世间的一切力量相抗衡 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崇拜的哪种神 反映出了这个人的心智状况 问一个印度人什么是神 他会向你描述一位显赫部落的神武酋长 问一个异教徒什么是神 他会告诉你火军和伯 这神那神以及诸如此类 问一个以色列人什么是神 要么他会告诉你摩西的神 摩西认为宣布诫命的上帝有利于强化统治 因此摩西的神就是实界 要么他会告诉你约书亚的神 这位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城掠地 屠杀俘虏 抢夺财产 把所到之处移为平地 所谓蛮族的人们为自己的神雕刻偶像 然后向他屈身跪拜 对于他们中少数有智慧的人来说 他们不过是把这些偶像当作一个精神支点 一个可视化的外在形象 用来寄托自己的灵魂 我们世纪的人尊崇那位爱的上帝 理论上是如此 然而实际上 我们为自己雕刻了财富权力 时尚 习俗 传统等等的偶像 我们拜倒在他们面前 崇拜他们 我们把全部意念集中在他们身上 而他们也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具体化 学会了第十七章的读者将不会错把表象当成现实 你将关注一切的因而不会只在乎果 你将关注生活的现状 因此 结果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第十七章 我们知道 人类可以支配万物 这种支配权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 思想是一种活动 它掌管着其属下的一切行为模式 最高级的行为模式 在本质和属性上独处于更高的地位 因此必然决定着一切环境 面貌以及与它联系的万事万物 精神力量的振动是最纯粹的 因而也是现有力量中最强大的 对于那些认识到了精神力量的特性和超越性的人来说 一切物质力量都不足挂齿 我们习惯于透过五官的镜头去看待宇宙 我们的人 神观念也正是源于这些经验 但真正的观念只有通过精神洞察力才能获得 这种洞察力需要有精神振动的加速 并且只有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全力 持久的集中精神意念 才能够获得这种洞察力 持续的意念集中意味着思想不间断的 平衡连贯的流动 需要在一个持久 有序 稳固 坚韧的体系下才能完成 伟大的发现都是持久观察的结果 学习数学科学需要成年累月精神集中 并要掌握其中的原理 而研究精神科学一门最伟大的科学 也只有通过集中意念才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集中意念经常受到误解 似乎有一种看法 认为集中意念需要的是努力去做什么 但事实正好相反 一个好的演员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是他能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身份 而让自己与所扮演的角色完全等同起来 并用真实的表演来打动观众的心 这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意念的集中 你应该完全沉浸在你的思想中 沉迷于你所关注的主题 以至于忘却其他一切不相关的事情 如此集中意念会引发直觉的感知 以及直接的洞察力 让你能看透你所关注的课题的本质 一切知识都是这样集中意念的结果 就这样 我们得知了天堂和世界的奥秘 就这样 你的心灵成为一块磁石 你求知的渴望就是不可抗拒的磁力 吸引住知识和智慧 并让它们为你所用 渴望 大多是潜意识 有意识的渴望很少能够在客观世界中实现 除非这个愿望是唾手可得的 潜意识的渴望能够激发心灵的能力 使困难的问题自动解决 意念的集中能够激发意识的理念 并引导它行动的方向 去使它实现我们的意图 集中意念的实践 包括对物质 精神和身体的控制 一切意识模式 不管是物质的 精神的还是身体的 都必须在你的把握之中 因此 控制因素在于精神原则 精神原则能够使你摆脱有限的成就 使你能够达到把思想模式转化为性格和意识的境界 集中意念不是只考虑某些想法 而是只把这些想法转变为实用价值 凡夫俗子不知道集中意念的真正概念是什么 总是有人叫着说我要什么 却从没有听到有人说我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的 他们不懂得在拥有分外之物之前 他们必须有可以容纳这些分外之物的领地 仅凭一时的热情没有任何价值 想要实现目标 必须有极大的自信才成 精神可能会把理想定得过高 却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 心灵可能想要展翅翱翔 很可能还没有等它高飞 就跌落在平地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不再进行下一次尝试的理由 软弱是精神成就的唯一障碍 你的软弱可能是出于肉体的局限或精神的不确定状态 重新尝试一下吧 不断地重复终会让你获得游刃有余的完美感觉 天文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星体之中 发现了天体的奥秘 地质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地下底层的构造上 我们就有了地质学 一切事物都是如此 非常明显 正因为人们把精力集中在生活问题上 我们才有了今日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 一切精神发现和精神成就都是热切的渴望加上意念的集中所致 渴望是一种最为强大的行为模式 渴望越是热切持久 得到的发现就越是明白无误 渴望加上意念的集中 有助于我们与自然界的一切秘密较劲 在实现伟大思想的过程中 在经历与这些伟大思想相吻合的伟大情感的过程中 心灵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它能够欣赏更高事物的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高度集中意念 加上对实现与获取的长久渴望 可能会比成年累月被动 缓慢 常规的努力更加有效 它能打开疑惑 软弱 无力 自卑的镣铐 让你品尝到征服的乐趣 坚持不懈的精神努力 有助于开发你的独创性和进取精神 商业课程非常重视意念的集中 鼓励性格中果断的一面 商业活动开发实践中的洞察力 以及迅速做出结论的能力 每一宗商业活动 其中的精神因素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成分 渴望是一种先决性的力量 一切商业关系都是理想的客观化 商业行为中可以培养很多坚定的 重要的美德 心灵在商业活动中稳固 定向的成长 精神活动的效率不断增强 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成长 这使得精神不会受到无缘无故的干扰和本能冲动的左右 心灵的成长是自我从低层向高层迈进过程中的胜利 我们都相当于发电机 但发电机本身什么也不是 只有心灵才能使它运转 使它产生效力 使它产生的能量明确有效的集中 心灵是引擎 它的能量为前人所不敢想象 思想是全能的力量 它是一切形态的创造者 一切外部事件的统治者和思想的全能力量相比 物质力量简直微不足道 因为思想是人用来支配一切自然的力量 振动 是思想和行动 思想通过振动的方式触摸并攫取到建筑 构造所需的物质材料 思想的力量没有任何神秘可言 集中意念只不过是意识的聚焦 达到了与关注对象合而为一的程度而已 正如身体维持生命需要摄入食物一样 精神也需要摄入它所关注的课题 使它获得生命与存在的本质 如果你把意念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 直觉的力量就开始运作了 它会帮助你获得引导你走向成功的信息 直觉不需要凭借经验或是记忆就可以获得答案 利用直觉来解决问题通常超越了理性能力的范畴 直觉常常不期而至 令你惊喜万分 直觉往往会出其不意地 直接击中我们寻求了许久的真理 让人感觉它似乎是来自更高层次的力量 直觉可以培养 可以开发 为了培养直觉 有必要认识它 欣赏它 如果直觉做客你家 你要给予它一个皇室的接待礼仪 这样它还会再次光临 你的接待越是热忱 它的光临就越是频繁 但如果你对它不理不睬或视而不见 它的拜访就会越来越少 与你渐行渐远 直觉通常在寂静中获得 伟大的心灵常常喜欢独处 正是在静默 独处中 许多生命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 因此凡是有能力的商业人士 一般都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在这里它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让你每天独处几分钟的所在 在那里训练你的思维 使你能够开发自己的能力 一种非常有必要获得的 让你占无不胜的能力 记住 从根本上说 潜意识是无所不能的 当赋予潜意识以行动的力量时 它所能做的事情是没有止境的 你取得何种程度的成就 取决于你的愿望的本质 如果你的愿望与自然法则 或宇宙精神和谐一致 潜意识就会解放你的心灵 赋予你占无不胜的勇气 你获得的每一次胜利 你跨越的每一个障碍 都会使你对自己的力量 充满更大的自信 这样 你就会有更大的力量 去赢得更多的胜利 你的勇气取决于你的精神状态 如果你表现出成功自信的精神状态 并充满了不屈不挠的信念 你就会从肉眼看不见的领域中 汲取到无声的需求 只要对你心灵中的想法始终不渝 它就会逐渐在客观世界中成形 明确的目标 本身就是一个动因 它在不可见的世界中 以你寻找到实现目标所需的一切材料 你正在追求的 可能是力量的符号 而不是力量本身 你可能在追求名声 而不是荣誉 你可能在追求富贵 而不是财富 你可能在追求地位 而不是支配权 在这些情况下 等你刚刚分追上它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来得太早的财富或地位 必不能持久 因为它不是你辛苦挣来的 我们有舍才能有得 而那些不想付出 只想收获的人 往往会发现 循环相报的法则 无情运行 付出与回报 保持着精确的平衡 金钱以及其他一些 纯粹的力量符号 往往是 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但如果认识到了 真正的力量之源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理睬这些符号了 一个拥有巨额支票的人会发现 口袋里沉甸甸的装满黄金 纯属多余之举 同样 寻找到了真正的力量之源的人 也不再对力量的伪势 或赝品感兴趣了 思想常常会带来外在世界的变革 但是如果把思想的矛头对准内在的世界 思想就会把握一切事物的基本准则 就能够领略万事万物的核心和精神 如果你能把握万物的本质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领会它们 使它们听命于你 这是因为 事物的精神本质就是事物本身 是它的核心部分 是它的真实存在 外部形态不过是内在精神的外在显现而已 你本周的练习是 尽可能准确地按照中所说的方法 集中心神意念 不要有意识地为实现目标努力去做什么 完全放松下来 不要对结果忧心忡忡 记住 力量来自于放松 对关注的目标凝神思考 直到你的意念完全与它合而为一 直到你再也意识不到别的东西存在 如果你希望消除恐惧 那么就把意念集中在勇气上 如果你希望消除匮乏 那么就把意念集中在富足上 如果你想要消除疾病 那么就把意念集中在健康上 永远把意念集中在你的目标上 把没有实现的目标当作继承事实 这是一颗生殖细胞 是引发音的生命法则 而正是这些音诱导 指引并建立起必要的关联 从而在物质形态上实现你的目标 能够拥有思想的人 思想就是他的财富 爱陌生 要点问答 集中意念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是明确你思想关注的对象 然后并除一切与此无关的事物 这样集中意念的结果是什么 这样做可以触发看不见的力量 因而带来与你的思想相吻合的境遇的改变 这种思想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是精神原理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欲求的本质 必须与自然法则相和谐 这种集中意念的实际价值何在 思想转化为品格 而品格是一块可以创造个体环境的词石 在一切商业活动中 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是精神因素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心智是一切形态 以及在形态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创造者和统治者 所谓的集中意念是如何运行的呢 通过发展感知能力 提升智慧 直觉和敏锐度 为什么直觉高于推理 因为直觉不依赖于经验或记忆 而往往通过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方式方法来解决问题 求本体的符号象征 其结果是什么 等他们追上的时候 通常会发现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 因为符号象征只是内在精神活动的外在形态 因此 除非我们能拥有精神上的本体 否则 外在形态总归要化为乌有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感谢您的观看